人民幣會加持續下跌到底是甚麼原因? 有興趣入市的投資者又應該採取甚麼策略? 我們找來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立和我們分析一下 早上Ronald 看回人民幣近來都有一個跌勢 坊間就開始害怕了 人民幣出現貶值 其實你覺得人民幣的下跌是甚麼? 其實人民幣貶值的趨勢 在內地的感覺比我們強烈 可能在一個月之前 內地已經有些聲音說人民幣可能需要貶值 或者人行有這個意願令人民幣貶值 但當時我們香港或國際市場 還覺得人民幣不停升值 其實這個誤差來說 某程度上也是令人民幣急跌的一個原因 始終我們看到近來內地的經濟數據 其實就不是那麼理想 人民幣貶值理論上對經濟有弱感的好處 但當然從另一個方面去看 因為人民幣貶值 似乎對人民幣國際化好像有少許矛盾 是的 但我只覺得這個矛盾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演繹為一個 就是人行或中央政府 亦開始匯率改革 即利率改革 匯率改革的時候 今年之內 亦有可能將區間扣寬到2% 如果調控一下大家的預期 大家會看到人民幣的升值幅度 會更加急速地升值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市場因素 但某程度上也是一個政府的意願 就是給大家一個訊號 或者一個警號 人民幣可以相向這樣去浮動 是的 所以令市民不敢一窩風湧去 不斷地下人民幣的升值 是的 其實我覺得只欠貨的投資者 只欠貨的投資者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反而要擔心的是 過去幾個月 甚至半年 大手買進人民幣的 或者相關衍生工具的投資者 可能會比較少一些 因為始終大家沒有預期 人民幣會出現貶值的情況 而現在這個貶值的情況 也是令到那個投資者 可能在賭倉方面 更加擾亂到人民幣匯價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市場 或者投資者方面 都是要比較警惕一些 是的 如果你剛才也說 中央也有意 令人民幣可以出現貶值的情況 你覺得這個情況 其實會是一個很短暫的情況 還是人民幣也會慢慢變下去呢 我相信中央政府 是不是主導這次貶值呢 當然一定是 不能夠確定這件事 但是某程度上 如果人民幣回軟 如果人行或其他方面 中央政府不允許的話 也不會發生 我自己認為 就是人民幣 從全年角度去看 我覺得都是會升值的 始終來講 破六至五至頭的機會 也是比較大一些 但是之前可能預期 大家覺得第一季 第二季去到5.99 或者這些位置 可能去到年尾 你才去到5.99 5.99 這種水平 短線而言 我相信到年中之後 可能匯改 都會上馬 所以人民幣的波幅 亦可能會擴大 在這個程度之下 我只覺得短線的 所謂上下波動的 所謂比重 亦會加劇 亦會波動 所以投資者 買人民幣的時候 都要留意 購買方式 衍生工具 或是現播 和時間方面 我始終以中場線 或主導方向 會比較好 例如我作為投資者 短線方面 我應該怎樣 我應該是 等下才進入 還是 都可以再進入 如果是否好 我自己覺得 人民幣 如果投資者 有興趣有試的話 其實我覺得 現在都可以開始 考慮一下 因為始終 他的貶值幅度 過去的七個月 從最高位的 他比較 都可能有超為分之一 我覺得 如果去到現下位 或者是 如果真的去到6.2的水平 我相信更加值得去考慮 因為始終 我覺得就算 他不貶值也好 始終 他的升值幅度 加上利率走勢 其實都是相對 港元吸引 但至於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投資金具 這個投資者 就要考慮自己的 所謂部署 和自己的組合 明白 如果作為投資者 例如我真的想去考慮 人民幣 這個投資產品 其實你覺得 有哪種產品 會比較適合 我真的不建議投資者 去買人民幣 作為衍生的 或相關的產品 當然 如果是單邊 單向升值的話 那似乎是贏眼 加上未來 如果確保空間 那似乎贏的曲道 會更加多 但今次的訊號 似乎給大家 感覺到 這不是正確的方向 我只覺得以現貨為主 就算是買衍生工具 也可能以較長的時間 作為交割點 這是比較好的策略 謝謝 今天謝謝你